大家好我是游戏万事通煞气打克保证干户满满绝不随便 然后这一集是介绍一样是圣凯排位战 然后一样是决心理智秀 然后这一集是我开实况 然后从2900分跑到3000分 3600分的一个记录 所以声音跟实况内的嘴型可能会有点落差 那如果想要看详细的请到我的那个 实况来做完整的参与 那因为这一集就是简单稍微介绍一下 在这一周虽然说已经剩一天了 不过在整个圣凯排位战 就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可以爬到 爬了接近700分的一个分数 那这边是前面还在做装备的调整 因为我觉得要爬分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很随意的 那要认真打的话 就提装备做一些调整 我个人是觉得爱莉比较适合雪房套 然后爱莉在这一周表现我觉得还不错 他可以在前面位置有效帮李自秀 做一个城商的一个角色 但后面我记得我好像完成了突击步兵或其他的 电锯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 不过在前锋的城商位的部分 现在有刘真 然后也有周时宇 所以我觉得或是关于局剑士也是一个还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 那可能电锯就比较在这周可能比较不需要 当然要用电锯也没有问题 而且高分段其实也有不少电锯的出现 那技能点满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然后我这边船剑使用的是斯特拉 然后斯特拉就是比较是快攻 因为我没有减伤传 这周减伤传绝对比较强 然后斯特拉是我觉得第二个选择 然后接下来是上拳 然后斯特拉的好用与否 主要是在于你在船间记的那个晕 你有没有办法去中断到对手的招 这点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伊丽莎白或者是像找苗 这种需要一点发动时间 然后持续性的攻击招式 都是很适合断招的对象 那能不能去断到这些招就会是 因为斯特拉是一个比较偏向前期进攻的一个船剑 所以你只要前面有办法取得一些优势 通常可以雪球直接把对手滚到底 然后尽量避免不要跟减伤船去做中后期的一个应对 因为中后期他很高机会他会比他会比你强 所以我在船剑的部分 我都会选择做比较快的一个进攻 来快速把他的前排处理掉为主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战的部分 然后这边的话G的话我其实建议找苗 然后谢尔维亚是一个还能选择的 不过因为我找苗没有练 我的主账号的那个角色资源比较少 所以有些东西即使我有我也都没有没有练得很齐 对然后如果假设有新出的那个 佛雷德那个男的可以考虑把神交换掉 我觉得那个男生比神加强一点 我在之前的影片 不过那边影片我当初在转档的时候转坏了 所以就画面比较糊一点 我认为他比神加强一点 那这边的话就让我们进入实战的环节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无论如何就一定是 李自秀 斯特拉其实打什么都先放 然后再去做应对 不过先放老实讲是比较难的 就是以 如果假设你要跟对手归费 因为如果你先放断很多时候 你要去根据对手的不同的选择 去做不同的应对 然后对方有可能会 就把你掉进去做一个防守反击 这个时候适当的应对就是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假设对方 到底先让我们做防守反击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先开一个 需要是电池风暴 然后这个晕就是在看 对手没有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好 我们希尔维亚 直接做疯狂做输出 不过其实主要是第一个就是 他一个斯特拉这种船 其实他不是有打防守反击原因 是因为那个船舰的血量太少 所以变成说我们很快的压到对方船舰底下 那所有的伤害都直接打在船上面 船一下就爆 我觉得对对手可能一开始他没有想到我会下的这么早 所以他开场把他李之秀现在船底下 结果被我压进去 压进去你就爆了 这就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看下一场 这边我记得我打了一个 我先打一个八连胜 再打一个十连胜 然后再打一个八连胜 然后最后上三千六 那这边的话 首先都是先看对方的船 对方跟我一样是斯特拉 这蛮重要的 就是 那这边对 对方这边选择做了一个强势的突袭 那我们这边 因为可是这个强势突袭 其实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 他这边好像是想要 避开我李自秀去做第一个 想要先把我的李自秀的招先消耗掉 不过 这感觉没有什么 就是意义不是很大 然后你看这边就出现了电锯 然后这边他又运了一个我们 可是其实我这里 就是我通常来说 我会等他的杀白完之后 我再交运渗 因为把杀白的那招断掉 其实蛮重要的 那我们这边的前面李自秀护轰 我们已经把他的李自秀打完 对 就是他李自秀已经被我们打死 那接下来就看周思宇这边想要做反击 不过其实以斯特拉来说 那这边已经胜负已经抵定了 其实他有办法开到大 但因为他是在下来传底 所以跟我们后排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我们这一家跟神家都可以不断的进行输出 简单讲就是他其实已经打不回了 就当当你的白衣 牵住人没有办法斩到后排角色的时候 那其实这一盘就已经结束了 这也是这一周比较无趣的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你在中期会因为两边的李自秀的大绝 被带到一个比较歪的方向去 所以导致你整个崩盘 或者是你的李自秀可能差一点点没有办法开到大 然后死掉 然后出来之后又被一个击飞到一个 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像足球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 然后落地你又死了 这个是这一周比较不有趣的地方 李自秀的发挥占了这个游戏的大概三成左右 那这边一样开场先丢李自秀 我会习惯先丢船下走过去 然后先丢的话其实很吃应对 就是你第一个选择如果假设 你有弗雷德就是下加 然后如果你发现对方如果下前锋的话 你看这边我就可以考虑一下西尔维亚 西尔维亚其实有点脆 所以通常说西尔维亚旁边最好要 就是要有一些省家或什么 不然你会不会警车撞到会直接死掉 然后这边稍微讲一下 如果你是100级的西尔维亚的话 你被警车撞到会直接死 但如果你的西尔维亚是104 106 你被警车撞到会残血 不过你在这边被船机夹到一样是会死 你可能可以考虑加个杨夏琳的盾 因为毕竟杨夏琳的盾 真的是蛮强的就有点做坏 没有杨夏琳的人还是记得要抽 我这边基本上已经胜利了 不过减双船 他的那个船 就是满得有11万 血量非常非常多 真的非常非常多 其实减双船你 就是相对来说 斯特莱你真的要打蛮久 他除了船 船血很多之外 他的防御跟攻击力都蛮高的 所以如果假设像雷克这艘船 如果你被规则防守反击的话 他有时候光用船就可以直接把你的一些突击病啊什么打掉 或是他可以去围到你一些残血的一个制裁者 算是可以取得蛮不错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继续看 今天就截录一些片段啊 就没有整个完整 完整还蛮长的 完整还见前那天开台 总共开了三个多小时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这场 这边也是用斯特拉 然后对方是捡上船 然后在这边 两边一开始一定都是下李自秀了 除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玩法 或是会考虑一下警车 把李自秀压墙边 这也是蛮常见的 或是用如米去做一个进攻 那这边的话 这边其实很关键 就是你西洋维亚其实有 有晕到对手的杨夏琳 然后杨夏琳的盾开不出来 那这局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个对局真的就这么简单 因为杨夏琳假设 你在抬手要放盾的时候 被你被晕眩晕到了 这场你技能回复40% 效果就没有 你没有技能回复40% 那基本上你这局 是完全不用想要获胜的 就是你完全不用想要赢 因为你不可能赢的 你真的不可能赢的 光前面的 我只要有些人活下来 或者是甚至我第二次出场 我能放出我的必杀技 就是通常必杀技像极快演奏 就是拥有非常非常强的 僵直效果 那我这边 西洋维亚直接丢了一个战略核弹 那这通常都都是可以逆转 整个场面的一个能力 不过西洋维亚我还是觉得 这是他的上限 就是他上限有办法断招 但是我个人认为 找苗发挥也不错 但西洋维亚的一个好处是 其实在高端场 现在椅子蛮多的 西洋维亚也能达到椅子 算还不错的一个效果 就是现在椅子真的蛮多的 现在高端场 已经越来越多人带椅子 虽然说我 我在之前爬分就有强调 其实我都不会怕椅子 就是我不特别怕椅子 就是一个 在这一周近一 一个5费角色来说 我觉得椅子还好 但重东西就是见能见智 如果假设你会用警车 或什么的 就是巩固台面 或者是去把椅子的方向 偏掉的话 椅子我觉得威胁 以5费来说 威胁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还好一点的 因为我毕竟 我这个打法比较重 前中期的节奏 然后这边仔细看 在他找苗 他的雷射炮一拿起来之后 我就马上用我的 船机直接把他中灯掉 那他找苗 这个船间机中断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这边他的找苗 直接就死了 就是等于说 他总共只发挥了 大概两枪的一个功能 那找苗 就直接被我打死了 那是他这张 这个船的好处 就是如果你有办法 在他的船机之前 取到一个优势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优势的雪球 继续滚下去 就你不能在 你要在他船间机使用的时候 让他剩下尽少的人 那你接下来传机结束之后 你看你有多少人可以站着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边基本上 我觉得我断到找苗的 那个小招的时候 那这盘其实就已经结束 因为在同等战地状态下 你就已经打 打不过 而且主要是在这种 你斯特拉假设 你前期是打那种 比较偏快攻的状态下 就是你可能是用你的 7费打对方的4费 那这一点的差距 其实真的是巨大的 而且你看我刚直接 就一个combo 就直接把对方后排秒掉 然后我的后排都还站得 站得很舒服 那这就是一个差距 这是斯特拉跟简商船的一个差距 但你要说简商船没有办法防吗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简商船在防的时候 因为他适合防守反击 所以你可能要多用一点战术去 把对手调过来 那么这里继续进行圣凯排位战 那 这周我觉得胜负 李自秀是一个至关的重点 然后在高端场很多 给李自秀穿非常非常多的冷却装 来保证他可以先放出第一个大绝 不过在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有不一样的观点 就是 如果假设你李自秀太软的话 但我觉得冷却装是必要的啦 但没有必要很追求机制 因为 因为有一派的想法是 我这边先放冷却 那李自秀打过去 然后你的李自秀会追着我的李自秀打 所以导致你的李自秀大会放外 但我认为差距还好 因为毕竟你看我之前打到台服前级 甚至有数次打赢台服第一 其实我的冷却整体来说我都比他低 因为在那种差距 你是可以利用一些机导技能 或是用警车 或是用斯特拉的一些晕眩 来让对手 你看其实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我都是先把他的李自秀打死 所以就没有冷却套比较低的问题 我这一套就是纯冷却 所以总共只有30% 我也没有其他的属性 与其要其他属性的话 我会想要情愿给贾恩 或是给杨夏琳 不过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的主号 我之前爬分可能是用其他观众的号 这个主号的话 相对来说他的资源是比较少 也只有两套冷却套 不过我依然可以打出非常高的一个连胜 这边白千周杀直接 有做出一个很好的发挥 减商传奇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斯特拉如果前期 我能把你的前排融化掉 那后面那边有个战术核弹 基本上就是文超胜圈 就很难输了 真的是很难输了 那减商传这边也是要 主要也是要避免让对方斯特拉 就是你的人不要全部都站在一起 所以有些人会考虑 在很开场的时候 在前面几手就直接丢 他直接丢江苏银 把整个战线前后排拉开 这也是一个手段 因为毕竟你要知道斯特拉就是一个 类似偏前期 只要你的前期节奏断档 那他跟你打中期就完全打不过 所以这也是一个重点 其实你打斯特拉这也是一个博弈 很多时候你会想说 那我今天是减商传 我可能排排站 可是在排站的状态下 那我虚强险电视风暴 跟我的晕眩的那个电 我可以电到你超多人 而且晕眩电伤害其实蛮高的 他两招 主动计船计打下去 那个伤害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全部人都在排排站 其实你是打不赢斯特拉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减商传 很多人觉得说 为什么我玩减商传 都会被斯特拉屌虐的主因 就是你站的太笔直了 就你站的队型站的太好了 那斯特拉就最喜欢打你这种 站得好好的队型 那我我的希望是电子风暴 可以把你的全部人拢盖住 然后我在中断你大局 除了中断你的重要人物之外 还可以顺便把你全部人都电伤 那很快的你的前 前排跟中后排很快的时光 那你就是陷入一个 等到你有办法开船天机 用夹子的时候 你也已经没有什么救了 那这边其实有个细节 就是假设你今天 真的是要下一些局的话 尽量避免不要太早下 然后杨夏琳这里也是选择 算是帮你的李志秀套盾 然后也帮他加一个技能恢复效果 这样可以确保 然后接下一个前锋 那这是一个少数的双觉醒 我在这一周的 的前期是用双觉醒去爬 就是我记得好像有爬 也是有爬到圣凯前三 不过后来双觉基本上完全消失了 因为主要在新角色加入之后 你只要遇到 主要是新角色他拥有一个增伤 而且他是一个突击 然后变成说突击的伤害有点太高 然后你会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后排 那就是试过几次之后 基本上天梯前面的双觉醒 已经全部都不见了 因为觉醒师傅太脆 而且我什么时候不用做 我只要负责把你的前排拢掉 打完之后 因为毕竟觉醒师傅他虽然有坦度 但是他有一个最大问题是他没有伤害 然后在你的伤害输出拉满的状态下 那你只要把觉醒师傅打 你也不用说 想说要去打这段后排 其实真的不用 你只要专心的把前排处理掉 那你自然就有办法使用一些 加恩神加的大爵 直接去打到他们后排 甚至西二维亚的大拳都是有可能 就这一周期有个重点 就是你不用想要去 呃强制去处理对方的后排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 就其实我在实况中有多次提到 就是没有必要说 假设对方下了椅子或是什么 或是你用呃江 就是江树音 就是一定 我一定要把你后排打死 其实在这一周真的是 没有那个必要的 那 这边就可以很顺利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十连胜 那 因为这是实况片段截取 所以呃如果想要看完整爬分内容的 还行 前往我的实况台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实况 我是煞气达克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的话帮忙按个订阅或是追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